刑抢三重银楼价值3000万元金氏 警方在三峡三区 逮到最后一名抢匪王雷 但80两金氏依然下落不明 专案小组从王雷密友着手 发现A小姐和他交情匪浅 两人同居在新庄这个社区 成为警方搜查的关节 王雷落网A小姐遭连累被调查 抢案曝光后 张先生出面控诉 王雷不仅抢钱还抢老婆 看这两人婚戒 原来张先生的前妻就是A小姐 三年前两人还有婚姻时 A小姐就背着丈夫和王雷偷偷交往 就这么巧他跟王雷手牵手 也在逛宏泰市场 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买连菜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像刚才你所谓的心整个都碎掉的那种感情 捡不回来 王雷其实家境相当富裕 不仅在永和乐华夜市投资冰店 还有骚四人游艇 原来家人在大陆开工厂 即便王雷已经50岁 但每个月父母还是会固定 汇7到8万元给他当零用钱 但王雷却加入强盗集团 过去也曾经犯下酒店 以及电子卖场的重大抢案 被判刑14年 但假设出狱才两三年时间 他又走回头路 再度犯下迎楼强盗案 三立情报 吴冠宇 陈昭文 新美报道